这个小女孩偷吃了蛋糕 可她却把碎渣踢到姐姐床底下 姐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结果母亲就带着妹妹走来质问 是谁偷吃了蛋糕 由于碎渣是在红皇后房间发现 母亲立即认定就是她偷吃的 红皇后有理说不清 赶紧让妹妹坦白真相 但没想到妹妹竟然撒了谎 看到母亲不相信自己 红皇后气急之下立马跑了出去 可谁也没想到 红皇后脚下一滑 直接摔到了哪来 而就是这一摔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此后红皇后就不再长高 反而脑袋越来越大 她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笑柄 原本属于她的王位 也被柔弱的妹妹白皇后继承 因此她发动暗黑巨龙 烧毁了原本的城堡 夺回王位建立了 属于自己的黑暗潮底下当脚垫 可了青蛙骑士 会立马端来果汁饮料矿泉水 但直到一天 白皇后找到了一个叫爱丽丝的女孩 因为在预言书里 会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女孩 打败恶龙 帮助白皇后重新登上宝座 但爱丽丝刚来到城堡 只是吃了一口蛋糕 就瞬间长成了白女高 这一幕直接被红皇后发现 本以为这次会性命不保 可红皇后却说 很快 红皇后就把爱丽丝邀请到了城堡里 趁所有人不注意 爱丽丝直接拿起宝剑 送恶龙隐恨去了西北 本以为等待红皇后 会是蹲不完的小黑屋 可她却拿出了一个时空魔球 internships accents 现在原因的 终于